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 《创世纪》二十五章一到十八节 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 比较是后继 这个附录 昨天我们提到 以撒领了利百家 进了母亲撒拉的帐篷 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 以撒自从她母亲不在了 这才得了安慰 在二十三章 撒拉就死了 这个死了 我们看到的是 承受应许的人死了 今天我们的进度会看到 亚伯拉罕也死了 那神的应许呢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这两个承受应许的 亚伯拉罕跟撒拉 他们死了 那这个应许对上帝而言是什么 对亚伯拉罕撒拉的后代而言 又是什么 其实从新约回头看 我们是明白的 但是我想对亚伯拉罕起先 他不是太懂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和心意 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最后再有一点简单的归纳 亚伯拉罕又取了一期 名叫基图拉 突然间在复录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妾 叫做基图拉 那是什么时候取的呢 从这里看起来感觉比较像是沙拉去世之后 那么亚伯拉罕续弦 不过就说学者也在想 因为后面基图拉给他生了 新兰 约山 米旦 米殿 伊斯巴赫 苏亚 就生了六个儿子 沙拉死的时候是一百二十七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亚伯拉罕已经一百三十七岁 就是在沙拉死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还能够生孩子 所以就变成有一个疑问 不是说完全不行 因为古时候的人的身体跟我们好像不太一样 他们那时候比较长寿 所以有学者认为是沙拉死了之后才取的 有些学者猜测不见得 但真正什么时候不晓得 不过对作者来讲 这不是他要写的重点 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成就 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包含了什么呢 他的子孙众多 他要成为多国之父 对不对 那这里比较作者要强调的是 除了以什玛利 除了以撒之外 其实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后代 就是刚才念的 新兰约山米旦米殿 这个米殿我们比较熟悉了 米殿的祭司耶特罗 是摩西的岳父 帮助过摩西 那其他呢 我们有的资料会比较少了 约山生了四八和底旦 底旦的子孙是亚苏利族 利都市族和利乌米族 其实这些人这些族 是代表什么 我们现在的资料 并没有办法去完全理解 但不过知道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还有许多许多当时候的人知道的 亚苏利族是什么 利都市族是什么 利乌米族是什么 当时候的读者是清楚的 米殿的儿子是以法 以弗 哈诺亚比达和以勒大 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大家看到 哇 基图拉又生了那么多孩子 立刻会想到的是 那以撒作为应许之子 会不会有这些张力 像之前跟以时玛利一样 果然这里就交代 亚伯拉罕是将一切所有的给了以撒 亚伯拉罕把财务分给他 诉出的种植 就是除了撒拉生的以外的 包含夏贾拉 包含基图拉 所生的孩子 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 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 往东方去了 就是往巴勒斯坦的东方 现在应当是叙利亚的东北 到阿拉伯北部而带 亚伯拉罕一生年日是175岁 他75岁蒙昭 所以他到迦南地 大概有一百年的时间 亚伯拉罕受高年迈 弃绝而死 归到他列祖那里 在第15章15节的时候 上帝就已经告诉过亚伯拉罕了 但你要想大寿数 平平安安地 归到你列祖那里 被人埋葬 所以这里也是在讲上帝的应许的应验 所以亚伯拉罕受高年迈 弃绝而死 就是自然的老死 衰败归到他列祖那里 这是他们表达一个人死去 蒙福的死去的表达的方式 他两个儿子 以撒 以斯玛利 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 我们说了 这个麦比拉就是双的意思 当时候亚伯拉罕买一个坟地 就是两个洞 他在当时候 他们的埋葬是放在 磐石穴里面 是山洞里面 一个给撒拉 一个是留给自己的 所以亚伯拉罕就被葬在麦比拉洞里 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 以弗伦的田中 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 亚伯拉罕一生应许之地得着的 就是这块田 这块坟墓 他辛苦的 用四百色科勒买下的 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 虽然他就是这样表达过去 不过我们前面讨论过了 亚伯拉罕他选择跟撒拉一起葬在麦比拉洞 其实就是一个对上帝应许的回应 这里是上帝应许给我子孙的土地 所以我当然要葬在这里 这里才是我最终的归属 是一个对上帝应许的一个回应 亚伯拉罕死了以后 就是我们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这里 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 对不对 这里代表一个时代过去了 那对读者来说 那个疑问是 那应许呢 承受应许的陆陆续续的死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以撒跟利百家 前面我们已经谈了 利百家在经文的表达里面 让读者去感受到这个应许的传承 已经临到利百家的身上 那现在亚伯拉罕死了 怎么样了 这里就交代了 神赐福给他儿子以撒 上帝是信使的 亚伯拉罕已经不在人世了 事实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约的一方已经死了 所以其实神可以坐到这里 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 仍然单方面的守约 亚伯拉罕不在了嘛 他看不到 但是神仍然信使的祝福以撒 对不对 那这里交代以撒的位置 地点 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 我们前面有交代过了 这里原本是夏甲 在那里难过哭泣 上帝听到他的声音 这是那个地点 那一口井那里 从十二节开始也交代了 以时玛丽的后代 还记得吗 在十七章二十节的时候 上帝跟亚伯拉罕说 至于以时玛丽 我也应允你 我必赐福给他 使他昌盛 极其繁多 他必生十二个组长 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 上帝也应许要祝福以时玛丽 那这里果然就交代了以时玛丽的后代 撒拉的子女埃及人夏甲 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时玛丽 前面讲的是基图拉 这里讲的是夏甲 以时玛丽儿子们的名字 按着他们的家谱记载下面 以时玛丽的长子是尼拜约 这个尼拜约后面还有出现过 使他的妹妹八十抹 嫁给了以少 又有基达 基达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出现了 尼拜约跟基达他们是 序幕他们的羊毛非常的好 那这个基达后来就是 等于是一个阿拉伯人的代名词 亚德别、米比山、米斯玛、杜玛、马萨、哈大、提玛、伊图、拿菲斯、基迪玛 这是以时玛丽种植的名字 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 前面讲到的基图拉的后代 跟以时玛丽的后代 主要就是现今的阿拉伯人 那这里有村庄营寨 村庄就是等于是一个村落定居了 营寨是有这个保护的营地 所以当时候他们 有一些人是已经有固定居住的地方了 有一些人还是逐水草而居 有牧民族的方式 住在营寨 做了十二族的族长 这里就是在呼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上帝对亚伯拉罕 针对以时玛丽的应许 以时玛丽享受一百三十七岁 弃绝而死 归到他列祖那里 虽然不是应许之子 但是上帝也祝福他 是因着亚伯拉罕 他子孙的住处 在他众弟兄东边 就是应许之地的东方 这个阿拉伯沙漠附近 从哈费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 正在亚述的道上 是指说是往亚述的道上 这个地点 我们会附一个地图 其实它也是一个约瑞的地点 也就是整个阿拉伯沙漠 上下 东边的地界是哈费拉 南边是埃及前的苏尔 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们说今天的进度 其实是一个附路 是一个后继 讲到基图拉 就是亚伯拉罕又取了一期 名叫基图拉 他的后代 那么也提到 萨拉的子女 埃及人夏甲 生的伊斯玛利 跟伊斯玛利的后代 其实是要回应 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你要子孙众多 成为多国之父 亚伯拉罕死了 但是神的应许 仍然逐步的在成就 上帝是信使守约的 那我们当然也看到 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 17章20节 上帝对亚伯拉罕提到 伊斯玛利的祝福 成为十二族的组长 这个大大的强盛等等 这个附路是要做一个 回应跟补充 就是把亚伯拉罕的一生 做一个总结了 25章的11节提到 亚伯拉罕死了以后 这代表一个时代的过去 一个时代的结束 上帝拣选亚伯拉罕 那我们回顾 从他领受这个应许护照开始 亚伯拉罕一生起起伏伏 他其实懵懵懂懂 他搞不清楚 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跟工作 我们现在在看十二章的应许 我们会明白 这不单单是应许 其实是上帝的整个的救赎计划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 他遥遥的指着 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 可是对亚伯拉罕来讲 他是很不清楚上帝的工作 以至于有了饥荒 他到了埃及去 差一点就把撒拉嫁给了法老了 上帝的应许 差一点就在这里 遇到一个大的危机 对不对 求神怜悯 因为我们的一生常常也是 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上帝在我们身上 有极大极美的心意 工作跟计划 可是我们常常状况外 好可惜 求神帮助我们 透过亚伯拉罕的一生 提醒我们 我们更多的回到上帝的心意里边 我们好好地寻求他 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计划 上帝可以拣选一个平凡人 像亚伯拉罕一样 他有他的软弱 他有他的顺服 我们就像亚伯拉罕 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我们有我们的软弱 有我们的限制 但是上帝的应许不会失败 亚伯拉罕最终明白了上帝的计划 借着他的识 站在应许之地 回应这个应许 借着帮以撒取妻 婚姻来回应这个应许 求神帮助我们 叫我们快快地明白上帝的工作 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好叫我们一生 可以忠心地回应他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 其先懵懵懂懂 差一点就让应许被破坏 然而主啊 我们人会软弱 但你的应许不会失败 你的介入 你的怜悯 让整个应许 可以继续地成就 让亚伯拉罕 可以继续地领受祝福 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 是见证了你的信誓和慈爱 主我们也回想到 我们自己的人生 也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何等美好的计划跟应许 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懵懵懂懂 不要糊里糊涂 让我们可以更多起来领受 更多起来回应 叫我们快快回应你的托付 活在应许当中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